我們看第三題 他說箱子裡有30個紅球 20個藍球 那小民從箱子中隨機抽取一顆球 進入球的顏色後放回 就是說他現在有50個球 抽出來以後再放回 那第二次抽跟第一次抽就沒有任何關係 第一次抽的狀況跟第二次抽的狀況是一樣的 現在重複此動作五次 並依序紀錄 夏列克選項都是小民可能呈現的紀錄 是不是哪一項選項發生的紀錄 我們知道 裡面的話紅球最多了 所以他每一次的話 抽出紅球的紀錄最大 連續五次的話 每一次都是抽中紅球的紀錄最大 所以五個球都是紅球的紀錄最大 所以答案應該選多少 選A 而且我們可以計算他的紀錄 五次都是紅球的話 第一次你取的紅球的紀錄是五分之三 是五十分之三十 第二次取的紅球的紀錄也是五分之三 因為他把紅球再放回去 所以你第二次取跟第一次取不關 所以這樣的話 總共有五次 也就是五分之三的 五次吧 其他要不然你有籃球 比如說 兩次紅球 兩次三次籃球的話 那就是五分之三 兩次紅球 三次紅球 三次紅球 我們知道 他三次紅球 這個都會比這個小 所以答案應該選A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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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嗎 謝謝 謝謝 兩次紅球 謝謝